- 欢迎回到摇步道之后欢迎生活频道- 大家好,我是Ruby 对,然后本期节目呢就是没有房产的信息 但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之后的一个频道的制作方向 因为我后来发现呢,我大概总结了一下最近录的这几个月吧 然后主要还是大盘,然后市场的区域分析购房理念一些东西 我觉得还是蛮硬核的 有时候观众反应就是听下来太深意 有些观众是听不下去的 有些呢是比较喜欢研究房产 他觉得听下来还蛮有意思的 然后我有咨询像澳洲最近话题比较多的就是移民 不管是这个最近的房价上涨加息租房危机租金的变化 周期的移民 我觉得和就是境外的移民是息息相关的 像去年差不多进来有四五十万 不管是临时居民也好还是永久居民也好 所以说我们最近公司有接待很多的那个新的澳洲人 然后新布里斯班人 我跟他们聊下来发现我脑海中的房产的问题和他们完全不一样 他们的问题 我不是说我很厉害或怎么样的 是我确实感觉我在制作的过程中有忽略了一部分非常重要的点 而且这些信息对于刚来布里斯班买房或者澳洲买房的人 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我觉得有必要 除了给做节目给老粉看之外 也有很多是新澳洲 新澳洲人 或者是即将有计划来澳洲的人 我觉得去分享一些基础知识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以及他们反馈给我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也非常希望能够跟大家去多一些的互动 多一些的互动和交流 有时候就是在录节目的过程中感觉就是我自己在输出 对自己在输出 自己在回答自己想的问题 想象中的问题 想象中的问题 对这句话说的很对 就不是说观众提出的问题 有时候观众提出的问题 你根本就想不到 因为我在办公室里面我接待一个客人 他跟我说 我当时来澳洲的时候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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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问题吗 对 原来你们竟然困扰于这样的问题 我可能花5分钟 15分钟就可以跟大家去解决掉 然后竟然没有 你们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在网上去找 可能也未必找到很正确的信息 所以说我想就是之后一个是我们录制节目的时候 可能还是要回归到那些最基础的 购房基础知识啊 什么什么区域分析啊 可能要重新去炒炒冷饭 对炒炒冷饭 然后有一些外景 然后很多观众跟我说 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站在三天半夜桥上面拍的那个 我后来想 哦原来观众最喜欢看的是外景 就是可能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你如果作为一个不理事班人 你可能会天天看到 就是平常无奇 对你来说就看艺人的风景 但是对于新移民 对于他们想要住在哪个区来说 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有参考意义的 我印象很深的是 我之前有一组客人就是他们要买房 他们人不在这边 他们以前一直看老区 一直看老区 他们就觉得澳洲房子很很旧很破 他们是住惯了新房子 他觉得说整个澳洲都是这样的吗 他甚至怀疑说我是不是要来澳洲 但你会说 其实除了这些街区之外 也有一些街区是非常现代化的 是新的 大家非常的紧凑 然后有一些 或者是什么 然后带去看之后 他们会觉得说我原来一直不知道 原来我是可以选择住在这边 后来发现你只要有一些外景 他们是可以改变他们对居住观念 所以说还是要 以后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出去录一些外景 给大家看一看不一样的区不一样的面貌 所以说真的一个区一个面 对 然后你去西边 Salucia Campel Taringa 对啊 完全每个区都不一样 然后你去东边 Green Slope Camp Hill Carrondale Blingba 北边又不一样 对 你不能说哪个区是好 他们适合不一样的人群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有机会的话 带大家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我觉得也是要 最近确实太忙了 我希望稍微调整一下这个 对对对 希望可以从直播中听到大家对哪一些区域 哪一些地方更感兴趣 可以让我们 可以让我们 去哪一些区域 优先的把这些区域去排到我们我们的那个区域考察的范围里面 这个不是直播 这个是这个是另外一部分 对 另外还有后面要讲的就是我们可能要开一期直播 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听到更多的这个观众的问题 而不是说从留言里面去 我们有之前有做过观众问答 发现好像效率不是很高 你回答三个问题可能半个小时就没有了 我们不如每周就定一个时间 周五或者周六 我还是希望得到大家 就评论区的反馈就是说我到底是希望直播是放在周五还是周六 我们是希望是晚上 然后我们应该会带着一些我们平时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因为我也不知道到时候会有多少人看 可能没有人看没有人提问 那也没关系 对 但会带着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然后就也有可能你会在买房的过程中遇到 那么我们就过来讲 或者我们每一期直播我们就专门讲一个区 对把那个区讲深讲透 或者就闲聊的时候讲 当然在讲的过程中 我觉得也可以有 如果有观众的话可以提出他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打断去回答那些问题 这样的话可以非常有效率的去解决观众的一些 就我看上去还蛮简单的问题 但是他们是需要被解答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新的事情 所以说想做做看 对 然后初步是这样的 就是先从工作中评论区 然后对啊 这些收集一些问题 然后如果有现场直播有提问的那是最好 对我们可以多一些跟观众的活动 对然后实在不行 我也不是说要求整个直播间很热闹 实在不行的话 你就把它当成一期闲聊 对啊 区域分析啊 或怎么样的 然后把它放在 放在就正常的视频里面 就稍微剪一剪放在正常的视频里面 我觉得对大家也是蛮有帮助的 就区域分析嘛 因为有些 有些老粉可能就觉得熟到不能再熟了 那你们那些虚我都倒背入流 比如说B典型都能开车转去 那就大概没关系 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给 新朋友们 对新朋友 新一名 因为他们跟我讲 他们真的很需要这个 对对 我觉得包括外周也是 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计划 希望大家踊跃参与 对 分享给你们周围对房产感兴趣 或者说想要最近买房的朋友 可以多多参与我们的直播 然后多多给我们留言评论 跟我们讲你们有什么样的困惑 对我们都非常愿意去帮大家解决这些疑问 对 OK还有一个东西要预告一下 就是我们大概会在 现在还没时间还没有定 可能是在五月份到六月份之间 然后在某一个时间段 可能要飞到台湾去一下 因为确实去年下半年 开始收到很多那个 发现有很多的台湾的问询 也认识到很多那个台湾的朋友 对也是机缘巧合 受到那个 一个非常 还满满满满受那个台湾的关注度 还蛮高的一个YouTube 对也是YouTube的邀请 然后她说可以多介绍一下台湾的朋友 认识一下 就多介绍一下台湾的朋友 都过来做一做 举办一些那种小型的活动 到时候有机会的话 就还希望在台湾和热心的观众朋友见面 到时候具体行程出来之后 我们在频道里面公开 好 那你还好像都在我在说 没关系 你要跟观众朋友说什么吗 其实没有了 就只是想简短的预告一下 我们接下来频道要做的一些调整 计划上的一些更新 生怕冷场 就提前录一期 让大家提前知道一下 对 最新的一期希望能够在本周六 本周六下午 本周六的晚上七点 我们会开始第一次直播 OK 对 希望大家可以见到 这期一定要在周六之前上 没问题 我会提前简报 否则就很尴尬 OK OK 那本期节目就到这边 咱们下期再见 好 再见 拜拜 大家给我点点赞吧 大家给我点点赞吧